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过得好快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就在这里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收听娱乐笑节目 今天又是周末了 我是小芳 来关注轻松的娱乐圈消息 首先刘诗诗最新的写真大片释放出来 身穿白色长裙 外搭蓝色小香蜂的那种外套 尽显温婉的气质 然后仔细看眼妆是紫色系的那种造型 我觉得刘诗诗有一点不太会摆pose 每次都是中规中矩的站在那里 赵丽颖最新大片是这次化身复古摩登女郎 举手投足间竟显高冷和魅力 仔细看化妆造型方面做了很大的尝试 跟她以往的形象那种很温柔的感觉不太一样 迪丽热巴真的是一张漂亮脸孔 怎么打扮怎么都漂亮 最近又有一组在西安古城西安的一组大片释放出来 漫步在古都的西安城墙上 然后还欣赏传统的一些表演 古典美人的济世感 汤唯最新大片释放出来 这次也是一种全新的风格 整个妆容比较温暖柔和 很有派大片的感觉 演员就是不一样 眼神很重要 谢依林台湾的这位歌手 最近参加密室大逃脱 有一些剧照释放出来 然后网友感慨说 哇你看上了节目瘦了好多 结果谢依林回应说 哎呀没事没事 只是修图下手中了点 大家放轻松 take it easy 我还是我 意思就是没变 只是为了宣传的时候 看上去好看一点 哎呀女孩子都是这个心态 演员高叶今天转发了 另一位演员妮妮的微博 为西出玉门打call 这部电视剧 她说 哇昨晚追到今天 终于追平了 我竟然在电视机前 不自觉地露出了 一目笑 咱就说真心地发问 你老板 你咋这么会呢 演员之间的自夸吧 西出玉门 是由苏赵斌指导 妮妮和白宇 领衔主演的 探险类悬疑情感剧 讲述沙漠玫瑰 叫叶刘西 和志勇沙辽昌东 之间的故事 一个为了解开 绅士之谜 一个为了破解过往的真相 两人联手 深入沙漠的故事 9月7号开始 已经在腾讯视频播出了 再来关注到 引人注目的 梁朝伟的消息 香港昨天 梁朝伟和刘嘉玲 结束了 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的 行程之后 现身机场 回到了香港 梁朝伟入航 40年 上周六 刚刚获得了 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的 终身成就金师奖 也是首位华裔演员 获得最高荣誉 所以刚到机场 凯旋而归 就在机场 跟很多媒体见面 接受了采访 刚从伦敦 飞回香港的梁朝伟 也没有见很累的感觉 还拿着那个金师奖 那个奖杯 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那接受访问时 也谈到心情说 最感动的就是 当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 突然间觉得 好像对自己 这41年来的努力 有了个交代 他说我平时工作 待人接物 就不是对人有交代 其实是对自己有交代 所以就会突然觉得 这41年了 要给自己有个总结 一个交代 就突然那种感觉 会很强烈 然后被问到 是否觉得 是为香港电影争光了 然后梁朝伟说 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 那是团体工作 从我做电视台开始 做430穿梭机 就受到很多 好的导演的启发 然后有机会拍 辛扎师兄 杜琪峰导演 也启发我好度 难度不是属于他们吗 所以是大家成就了我 而我只是上去领个奖 所以是属于大家的 应该大家一起来分享 几十年了 1982年开始做到 2023年 大家一起努力进发 今天得到的应该是 每一个人都有份 好谦虚哦 那对于李安 在致词上讲的一段话 讲自己在片场上的表现 梁朝伟就觉得很有趣 李安我记得讲了很多 他其中有一句话说 他用一个眼神演出来的戏 比许多演员 一整段台词都更有力量 因为是他来颁这个奖 所以他是要介绍 梁朝伟的种种嘛 然后这段话 然后梁朝伟就说 我好像不会意识到 我自己怎么样 我怎么样 那是别人来讲的 他说我不会意识到 那有记者就问说 那你觉得自己的眼神如何 就是那个眼神太会 太会演戏了 然后梁朝伟说 解释就说 我只知道自己要做很多的准备功夫 每一次出演每个角色 内容当然都不一样 非常的丰富 看一本书跟看一百本书 肯定不一样了 但而且也不只是眼神 整个人的信心都不同 相当于我当年拍一代宗师 如果不是练习了这么多年 我都不会有这份信心 要经过时间和训练 才有这份信心 前辈的话要听 但是听完之后呢 其实也是一种感悟吧 因为前辈的话 不能够即时地带给你一种 马上明天就可以改正的事情 因为前辈说了 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 那你如果还很年轻 听了前辈的话 那你没有这个时间和积累 你也做不到那个份上 好 继续回来娱乐秀 今天要讲到周杰伦的演唱会 发生的突发事故 就在中国的时间 9月8号晚上在天津站的 周杰伦演唱会上 好像是一开始吧 就进行的 要开始开场的时候 有一个设备突发故障 挂在空中的一个能量球 很大很大的一个球 没有打开 而周杰伦呢 就困在那个旋转铁球里 长达20多分钟 出不来 当时天气又很闷热 里面真的是想象一下 无法呼吸的状况 然后好像还被撞 还受了点伤 导致呕吐 就是人特别不舒服 当时的大屏上突然就显示 请大家稍等片刻 我们马上重新开始 原定开场的曲目是 半寿人和本草纲目 被取消了 然后第一首歌改成了 说好不哭 就比较比较比较慢的慢歌 那出现意外状况之后 周杰伦现场有一张坐在那里 人显得很憔悴的样子 然后他还安慰现场的歌迷说 我前面的心跳非常快 有时候快到自己无法控制 我就觉得前面发生了这些状况 我一定要好好地弥补一下你们 但是我刚才前面身体真的不舒服 不过呢慢慢地开始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我就感觉就好了 感觉又回到了正常 那既然回到了正常 那我们就多唱几首 天哪 我如果是周杰伦的粉丝 一定是很感恩这样的做法 据了解说本来是设计好一个环节 那在演唱会上有个旋转的铁球 然后铁球打开 周杰伦从里面跳出来 给观众一个惊喜 结果惊喜变成了惊吓 据知情人士介绍 当晚的这个铁球的电缆线路 好像是突然发生故障 红灯闪烁之后 机器断电了 就打不开了 然后好像还是工作人员手动 把那个门打开的 然后还有网友在周杰伦天津演唱会现场 观众习上偶遇龚俊 这也是他七月份在海口 看过周杰伦演唱会之后 再次追到天津再看一场 有网友调侃说 龚俊追星是认真的哦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目睹了这次的事故 另外其他的演唱会消息 杨千华和任贤奇 同时这两天都有演唱会 他们在发微博 同时祝贺彼此演唱会 顺利隔空互动了 据了解 任先骑好像是在上海演唱会 而且是官宣家常 然后还有不少的花絮 显示一些骑在上海的外滩 晨跑啊 吃小笼包啊 说这地方太舒服了 回到老地方要多唱几天 所以有家常 另外一个消息是 今年的11月25号和26号 痛痒乐队 房东的猫 万能青年旅店和五条人 将受邀来到美国纽约 出演一个 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 屏幕啊 海报已经出来了 Friends from East Music Festival 哇 这个名称 我觉得好好啊 有朋自东方来 这些乐团 其实在每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有介绍过啊 痛痒 房东的猫五条人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 万能青年旅店 他们所带来的这首 最有名的歌曲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音乐节奏 Zither Harp 当晚六点下班 换掉腰肠的衣裳 妻子在澳洲 我去喝几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远藏身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精华 在八角柜台 疯狂的人民商场 用一张假钞 买一把假枪 包围她的生活 直到大厦崩塌 夜幕覆盖花北平原 又伤尽头她的脸 河北市大浮舟 平旁少年被向往 沉默的住室 无法离开的教室 生活在今夜里 直到大厦崩塌 一万匹脱脚的马 在她脑海中奔跑 我会遇到双方 给你给你 还吃回 front 我会遇到举ree 了 我会遇到美衣 我会遇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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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遇到你 再帝到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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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哪些朋友会去看呢 我身边也有一些美国朋友 比较喜欢东方的摇滚乐 但是他们身边 几乎都有一些东方的朋友 或者家眷受其影响 继续回来娱乐秀节目 来关注电影消息 两部恐怖片马上上映了 这是首先电剧惊魂石 发布新海报 经典的人偶形象 比里出现在海报中间 然后口中满是鲜血 一些对应片中出现的 那些杀人的机关 排列在周围 令人不寒而离 电剧惊魂石的故事 简要概括就是杀人狂 数据的复仇 当他身患癌症 想要在墨西哥通过手术 治愈时 发现整场手术是个骗局 所以数据决定用一些机关 来对付这些医学骗子 据了解影片定档9月29号 在美国上映 而为了庆祝由亨利 赛利克导演 蒂姆波顿 所参与编剧的奇幻动画 圣诞夜惊魂 上映30周年 影片将会于10月20号 在美国举行一些 限定重映的活动 哇 30年前的恐怖片 而在这部动画里 南瓜王子杰克 带领万圣镇的怪物兄弟 想要做出一些改变 带给人们惊恐 已经让他们感觉厌倦了 当了解到圣诞节 可以让大家感到快乐后 然后他就用开始 自己的方式准备礼物 并且绑架了圣诞老人 没有想到一切都被他搞得更糟了 圣诞夜惊魂是1993年正式上映 获得了到包括奥斯卡 最佳视觉效果 金球奖电影类 最佳原创配乐 在内的多项提名 片中的角色形象 也一度成为那一代的经典 接踵而至的两部新片 一部是科幻片 由约翰大卫华盛顿主演的 《造物主》发布了海报 在海报上 影片当中的诸多角色 都悉数亮相 从以上下排列的方式 而处于最高位的是 一个半人半机器的孩子 这部影片放在现实的意义当中 也觉得还是挺有些含义的 因为目前好莱坞编剧和罢工的 罢工仍然在持续 而他们的争论焦点 就是在人工智能的限制和使用上 会不会以后就像片中那样了 那幕后人员方面 《星战外传》的 《星战外传》《侠盗1号》 以及哥斯拉的导演 加里斯·爱德华兹来指导 加马晨、丹尼、迈克·布莱德 本尼迪克特·王等 《渡边迁》都有出演 影片9月29号在美国上映 另外一部又是传记片 由安妮特·贝宁、朱迪·福斯特 还有瑞斯·伊万斯来主演 这是一部游泳题材的传记片 叫《奈德》 在全新预告当中 展现了女性的力量 尤其是几位影后的表演 思思入口 而影片也是基于 丹安娜·奈德所著的 畅销自传 寻找道路所改变 奈德是70年代被视为 世界上最杰出的 长距离游泳选手 曾经打破了好多个世界纪录 这部影片在幕后人员方面 伊丽莎白、柴、瓦莎、瑞丽 以及金国威来指导 该片将先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 然后10月20号在北美小范围上映 11月3号会上线枉飞 好演员造就了好角色 同时一个有意思的好角色 也能够激发好演员的创造力 所以他们同时成就了彼此 而生活中我们每个人 既是演员又是角色 正是自己努力成为一个 更好的自己吧 我是小芳 这里是娱乐秀 今天就到这里了 稍后继续关注新闻快车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话如果不听 让我陪你安静 I wish that I could hurt you Till you really really be free Oh 落过玫瑰 没有警惕 最好的方法是美丽 最美的声开是放晶 我让谁去改变了你 或是你或是你的心 没有人真心的爱你 学着想想you sweet to his body sexuality 躺起什么会伤你 多少次的重伤 多少次的朗语 抓你时刻拉你 dream me是否陪你 sand me shed heaven's our day 你离开过世界可改变 多少次最近事故不经天 勇者不忘记的往事不脸 是否为人无罪 你不需要抱歉 Wanted I would be you Baby boy you could be me 学话如果不提 让我陪你安静 I wish that I could hurt you Till you really really be free Oh 落过玫瑰 没有荆棘 最好的老婆是美丽 最美的心开始泛静 我让谁去改变了你 我让谁去改变了你 你是你或是你的心 没有人真心的爱你 很多练习 我们的从来没忘记 你的口服 没有相依 却轻松更多的证明 却反显无数的真心